无论是上升还是太阳天蝶座的朋友,农历百月,伴随着初一的传绿座新月,对你们会有什么影响呢? 朋友运交债运会挺好的,还有这些不是说猪瓶狗友,而是真是一些益友帮到你去达成愿望的朋友 他可以是一个新朋友,但也不要排除什么的可能性呢? 可能是一些老人家,尤其是家族式的老人家,不是说你亲戚,因为你公公爷爷,你不会叫你公公爷爷做朋友 可能一些Western的cultures,他们会叫家人做朋友,但是在中国就比较难些 但是我当,如果是一些真的软房软房的很疏的亲人,那些老人家,那些都算是朋友的,那他就可能可以帮到你了,OK? 又或者是一些家族的世交,那些uncle aunties,那些又是贵人,又是一些你今个农历百月吃到的朋友运的那些朋友,OK? 或者是一些鄰居,一些旧鄰居,或者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鄰居,又或者是在公司里面的一些长辈, 如果As long as你跟他是相熟的,挺要好的,那他都有机会是有些东西可以帮到你的, 未必一定要说他一定是老闆,就算我当是清洁姐姐,但是如果他年纪大的话,那你们都可以打好那个交道, 以及你们的中小学老师,所以真的,有空就回去探望他们了, 尤其是现在都九月啦,都开了学啦,是不是? 哦,不是喔,不过,现在都在上网课,那你们自己决定吧! 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就记得说话要慢一点,就不要学我说话这么快了,OK? 那还有呢,就是,给多些真情实感,打开心扉,那你们这样沟通的话, 其实是很容易可以打动到他们,那如果你有些什么人生愿望,想去做呢, 那就真的对他们动之意情,他们就真的会成为你们的大贵人,是帮助你们的,OK? 那还有呢,你们真的想去做呢,你们想去做呢,就不要纯粹说约出来,约吃饭就算, 你真的有些什么想去成就的,你真的可以向他们开口呢,是要求帮忙。 另外,你们的社交媒体,有可能会有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啦, 或者一些,总之有些敬人,去like,或者去follow的,那都可以留意一下少少啦! 那,尤其是,如果有一些page的话,可能一些私人account,那那个感受就没有那么深的, 但是如果是一些,一向都是有开的page的话,那是有这个运势啦,或者, 就算不是说那些人特意走来去看你,那不如你们这个时候去做一些promotion啦, 那是会事半功倍的,那这个世界呢,就有得必有失, 说完好东西,就说坏东西啦! 那这个农历八月,你们的健康就比较差,那是,尤其是你们可能是每天, 如果有一些做运动的schedule,你们是设定好了, 或者是有一些饮食定好了的习惯啦,一些diet呢,那会受到打乱的, 身体方面呢,会容易体虚啦,那尤其是是呼吸系统啊,肺啊, 伤风咳啊,和你们的伤手都会有一些毛病的, 不过,说起来,如果真的这些方面的疾病的话, 其实也不用太过怕,因为,畢竟呢, 它影响的工位,其实是你们的三工和六工, which在我们的古典占星,我们是叫他们cadent houses, 那其实那个影响力呢,就不是真的那么大的, 好啦,那你们会好奇, 为什么会无端端身体会差呢? 那其中一个有可能的原因就是, 你们太忙了,尤其是如果你们有做开freelance的话, 就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job, 小小的job,一次过涌起来, 或者,总之是日常生活里面有很多不同的, 宅不甭的琐碎事务要你们去烦, 所以呢,首先,这些事情会有压力, 压力就会容易导致病, 还有,我们还没回归原本, 就是因为这些事情, 就是会打乱了你们每天, 可能饮食,或者做运动的这些schedule, 那便会compromise到你们的健康, 是的, 说起,如果你们真的有做一些freelance job, 那些事情, 麻烦首先, 小心contract, 是的,因为, 你们来这个农历八月, 那个合约是比较差的, 所以, 反正和别人去签东西, 或者要做一些文件, 或者是一些口头承诺, 都真的要听清楚, 可能录别人的音, 拍照片, 拍影片, 要去保障自己, 还有呢, 除了那个合约, 我们有一个叫做文字运, 是的, 都比较差的, 所以, 如果你们做, 即是做freelance, 或者是, 不一定是freelance, 或者你们是从事一些文字工作, 翻译工作, 或者有时去出post的话, 那便要查清楚, 那些事情是要, 即是, 那些文字运送出去, 还有, 不时要去查一下, 那个spam box, 是的, 就不要, 不见了一些很重要的资料, 除了健康差差地之外, 是的, 不过再说一次, 就是, 那个, 因为是cadent houses, 所以, 不会说一定是美的, 是的, 但是, 金钱方面, 就, 比较容易收到坏消息, 是的, 那这里那个, 经验的程度, 就会, 即是, 高过健康差方面, 是的, 所以呢, 收到坏消息之后, 记得一定要听多些不同人的意见, 尤其是, 懂得法律的朋友们, ok, 就设计, 的, 刚僻自容, 不要只是信住自己, 还有, 教你们做坏人, 是的, 尤其是收到一些, 尤其是在金钱方面, 不好的消息的时候, 那就, 不妨去, 做一些陰险小人, 是的, 做一些骂骂的事情, 是的, 为求去自保, 不需要再在这里, 扮正人君子了, 最后最后, 在中秋节前后, 是的, 中秋是, 十月一号, 厉害的十月一号, 是的, 前后呢, 如果你们是接了一些工作的话, 是的, 那这个工作呢, 它会有一个奠定性的影响, 是的, 所以, 一定要做好, 因为, 长远, 在这个长远, 可能, 到最后, 是会有一些, 就是, 更加额外的成果, 是会带回来的, ok, 和中秋前后呢, 会容易认识到一些, 嗯, 亦都是很有影响性的, 一些, 運动的伴侣, 就是, sportsmates, 就是, 和你们一起去做运动的朋友仔, 啊, 或者是一些, PT, Personal Trainer, 一些运动的教练, 是的, 嗯, 我不是说, 它好还是不好, 我也不是说, 这些工作好还是不好, 但是, 他们会有一些, 比较深远的影响力的, 的,